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如何在最新版的iOS 15 或者是iPhone 13上面 制作专属于你的手机铃声 那过程完全不需要下载任何的档案 从头到尾都只需要用到iPhone里面内建的程式 来把任何你想要的影片转成铃声 那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我上一部换铃声的影片了 那今天这部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就在于最新的iOS 15捷径里面的界面有所变动 所以我们今天会用最新的捷径来写我们的脚本 另外还有上一部影片里面没有提到的细节 或者是一些容易出错的地方我们今天都会提到 那我们今天换铃声总共会有三个步骤都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步骤要利用你iPhone里面萤幕录制的功能 把你想要的影片录下来 再来第二个步骤我们会用到iPhone里面内建的捷径这个程式 如果你不知道捷径是什么的话 它有点像是一个工具箱 然后我们会在捷径里面写一个非常简单的脚本 来把我们刚才录的影片转成音档 接着第三个步骤一样会用到iPhone里面内建的另外一个程式 叫做Garage Band 利用Garage Band我们就可以把音档设成铃声了 那现在我们就进到我们的第一个步骤 也就是利用萤幕录制把你想要的影片录下来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萤幕录制的话 我很快给大家示范一下 首先进到你的设定把设定打开 接着我们去找到控制中心 在这边 控制中心滑到最下面呢 你会看到有一个选项叫做萤幕录制 它的左边会有一个绿色的加号 你就点这个加号 然后它就会跑到上面来了 那它如果原本就在上面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去移动它了 接着呢你就去找到你想要射程铃声的影片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把这部影片射程铃声的话呢 我就在开始播放之前打开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就是由右上往下滑 然后呢你就去找到萤幕录制的圆点 就是这个圆点点下去它就会倒数三秒钟 然后你就开始播放你的影片 接着它就开始录制这部影片了 那我们大概等个30秒 因为铃声最长就是30秒 30秒到了之后呢 就按一下左上角的红色的按钮在这边 点下去 然后就问你要不要停止萤幕录制 你就点好 接着呢我们就进到第二个步骤 就是利用捷径来把影片转成音档 那捷径呢它是iPhone里面内建的一个程式 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的话呢 你可以到桌面的最后一页 也就是Apps料库的地方 在最上面你就打捷径 它应该就会出现了 那如果还是没有的话呢 你可以到App Store里面下载 找到捷径之后呢把它打开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在最上面呢 你会看到有个捷径名称的栏位 我们在这边就帮它命个名字 例如说 例如说影片转音档 接着在下面你会看到有一个加号 然后加入动作的地方 你就点下去 然后这边呢你去按媒体 在这边媒体 里面呢我们滑到中间 中间呢会有一个影片的大选项 下方有一个编码媒体 点这个选项 点下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中间有一个蓝色媒体 半透明的按钮 你就点下去 它就会让你去选下面有四个选项 我们点捷径输入 接着呢在这个编码捷径输入的右边呢 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地方 在这里 然后有一个颈线音讯把它打开 然后下面有一个格式 点进去 然后我们选AIFF 这个是比较没有压缩的档案 接下来呢我们要加入第二个动作咯 大家看到下面有一个媒体的视窗 右边有一个叉叉 我们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呢搜寻栏位就出现了 我们点它 点下去之后呢 看到右边的第三个选项叫做文件 我们点这个文件 然后呢我们往下滑 我们去找到档案储存下面的储存档案 在这里 点下去 然后它就会变成储存已编码的媒体 然后右边呢也有一个可以打开的栏位 打开之后呢 确认一下这个询问储存位置 它是有打开的 然后这样子呢 第二个动作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加入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我们一样把这个文件的视窗往上拉 然后我们去找到储存档案上面有一个选项 叫做重新命名档案 在这边 点下去 然后就会出现第三个动作 就是将储存档案重新命名为名称 然后这个名称是半透明的嘛 我们点下去 接着呢它就会让你选说这个名称要是什么 然后我们在这个栏位的地方左右滑动 滑到最右边有一个地方叫做每次都询问 点这个选项 然后就会变成重新命名为文字 这样就OK了 这样子就写完喔 是不是超简单的 接下来呢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有一个控制器的地方 点下去 然后呢 我们看到第二个选项叫做再分享表单中显示 这个选项要打开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就OK了 接着呢 再按一次右上角的叉叉 把这个视窗关起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把我们刚才萤幕录制的影片转成音档了 首先我们打开相簿 接着呢去找到我们刚才萤幕录制的这部影片 然后按一下左下角的分享键 分享键往下拉 最下面呢 你应该就会看到我们刚才写的捷径了 然后我们不是有帮他设定一个名称叫做影片转音档吗 应该就会在这边看到 那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呢 也不用慌张 首先呢将你的相簿还有捷径两个APP都从背景里面关掉 关掉之后呢重新打开 然后再来这个分享选单看看有没有出现在这里 那如果还是没有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重新开机 然后再重新把APP打开 那现在呢我们就点选这个影片转音档的捷径 这边呢就让你选择你的储存位置 那我们就选这个我的iPhone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接着呢他就会跳出这个名称的视窗 我们来帮这个音档命个名 比如说我这边帮他取名为铃声音档 然后按一下右下角的完成 然后他就会跳出这个视窗 他说要不要允许这个影片转音档 取用你的iPhone档案夹 你就点好 这样子这部影片呢就转成音档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第三个步骤 也就是利用Garageband把这个音档设成我们的铃声 那一样的Garageband也是iPhone里面内建的其中一个程式 如果你没有看到或者他没有下载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到App Store里面下载 下载完之后我们把它打开 进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键盘的画面 接下来我们往左滑 滑到一个选项叫做录音机 点进去 然后这边选好 然后按一下左上角有一个横条的图案 横条点下去 他就会变成音轨的这个画面了 接下来呢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齿轮 然后去找到一个选项叫做时间齿标 把它打开 接着在时间横轴的最右边 你会看到一个很小的加号 这边点下去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歌曲段落的视窗 然后段落A点进去 然后8小节呢我们把它调到大概20小节 然后按一下其他地方 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轴变成大概40秒 然后在上方呢你会看到有一个蓝色的节拍器 把它关起来 接着呢我们要来把音档汇进来了 首先按一下右边有一个圆圈的绳索 点进来之后呢按一下右边的档案 档案下面有一个从档案APP浏览项目点进去 那你就会看到左上角又出现浏览 点这个浏览 然后点选我的iPhone 然后在我的iPhone里面 你就会看到我们刚才设定的这个 铃声音档的档案了 你就选这个 接着呢等他几秒让他汇入到这个档案里面 汇入之后呢你可以点它试听一下这个音档是不是你要的 确认完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按住这个音档 然后把它拖到这个音轨里面 拖到开头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点选这个蓝色的地方 它就会出现前后两个把手 你可以拖曳这个把手来调整它的开头跟结尾 那如果你想要移动这个音档的话呢 你就按住它 然后前后拖曳就可以了 另外呢如果你想要调整音量的话呢 你可以点上方的控制器就是在这里 然后在音轨音量的地方你可以把它调大声 然后再按一次这个蓝色控制器的符号把它关起来 接着这样子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左上方的倒三角星 我们要来把它设成铃声了 然后这边会出现我的歌曲点下去 那你就去找到最新的这个档案 然后长按这个档案 接着选最下方的分享 然后中间你就会看到铃声点这个铃声 然后你可以帮你的铃声命个名 例如说我打自制铃声 然后按右上角的输出 然后要等它一下 接着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将声音作为的选项 点这个选项 接着呢选择标准铃声 这样子铃声就设定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在设定里面 要怎样看到你的铃声 首先呢打开你的设定 然后我们去找到声音与触觉回馈的这个选项 然后在下面呢有一个铃声的地方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你的铃声在这边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删掉的话呢 你就往左滑 你就会看到右边有一个删除键 把它删除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想要改成原本的预设铃声的话呢 它在下面它叫做倒影 然后后面有一个预设值的括号 你就按这个选项就可以把它改回来了 那基本上这样子就设定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如何重复利用 我们刚才写完的脚本 让你每一次换铃声的时候都不用那么多步骤 一样呢前面萤幕录制完毕之后呢 到相簿里面直接点选分享选单 往下滑到最下面就会看到我们刚才写过的捷径 一样点选这个捷径它就会转成音档了 那后面的步骤都一模一样 设定完成之后呢 原本在相簿里面萤幕录制的影片 还有在你的手机里面储存的音档的档案 都可以删掉了 这样子设定完成之后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简单呢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很实用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把小叮当打开到全部 你才会接到我最新影片的通知哦 另外呢 你也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的帐号是AppleMate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